我们最后还有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看一下 GXX最简单的语法 一关键字的冲突怎么解决 二必须有单一的根标签 第三个呢 是所有的标签必须闭合 是XML的标要求 第四个呢 是我们要会使用模板 OK 然后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一个 另外的例子 我们刚才说了模板 那我们在这儿试几个例子 比如说我这儿新建一个 新建一个文件 2004.html 好 还是引三个文件 script.node 这个呢 过程呢 你们要多引几遍 多引几遍就熟了 react.umd project.script their node react.umd react.umd react.dom 然后是ok.js 我们现在来做这么几个东西 第一个 我们在这里 这是一个作为那什么 第一个我们要输出 这是我们的几个题目 就刚才把模板那个是练进 就是模板的练习 这个模板的练习 我们要输出 输出100乘以10的结果 好 那么我们要输出100乘以10的结果 怎么输出呢 基本上来讲是这样 首先我们在这 还是 div id等于app 然后挂这么一个东西 然后底下script script别忘了什么 这直接写type等于text 杠什么 bible对吗 ok 这多写几遍你们就记住了 这个其实写代码就是写成习惯 写成下意识 到这敲下意识就对了 好 第一个我们第一道题叫输出100 比10的 这记过什么东西 结果 输出100比10的结果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那么我们我们甚至简写一下 就是react dome.render 然后这个地方呢 这给一个道号 第二项其实就是应该我们原来是getelementbyid嘛 然后这个地方我就直接这么敲了 document.getelementbyid 在这个地方我们直接把app就是我不再割转存了我就直接从这盖出来了 那么上面怎么做 上面盖的elementbyip的话这儿p-p对吗 p-p的话底下我首先要 要把字打印出来 这就是100 乘以 乘以10是对吗 这样输出的就是一段直接的文字 然后让它等于 等于这个地方 后面才是求值的 如果是求值的话 我们刚才说模板 它必须把它当做一段script来运行 那么当做script来运行 这么写 对吗 你当script这么写来运行的时候 外面这是当四伏串 就是p-p10乘100 这是四伏串 贴到这的时候是个大块 大块从头到尾 那么这块它要计算一下 这是个表达式对吗 它把表达式计算出来 应该把1000贴到这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 对不对 出错了 看一下 好吧 不好意思 好 那么现在这个式子就出来了 好 没问题啊 那么我们再来看第二个 我们再输出一个 我们这时候要把 要把这样一个布尔表达式 就是100 大于5 呃 andand 这个 就100是不是大于5啊 以及5是不是小于7啊 这个式子我们看一下啊 这是一个前面是一个布尔诗 100大于5 这是处对吗 然后呢 5小于7 这也是个 处对吗 那么他在这个东西做完了以后 这个东西应该输出的是一个什么 也就是说他等于一个什么 其实来讲 这是我们要的 我们现在要把它输出 好 那我们把它输出的话 底下呢 我再来一个P 再来一个P标签 再来一个P标签 第一件事情 它必须是在单一底的 所以把这个东西 对吧 搁在一个地位里边 搁在一个地位里边 以后第二行开始 有开始P 有结束杠P 对吗 开始P和结束杠P 后边的话 那么底下我们要 把这个先打上去 对吗 那么这个东西怎么打 这个地方 跟我们平常原来用的 那个特殊 HTML特殊字符是一样的 比如说这是括号 没问题 打印个100 这大于能直接这么打吗 打不出来对吗 大于应该是什么 HTML特殊字符 还都记得吗 不要后边的东西 前面东西忘了啊 是ANDGT分号对吗 要记得啊 5 然后这是100大于5 AND是哪个 AND是ANDAMP分号对吗 然后ANDAMP分号对吗 好 后边是一个括号 什么东西 5 小一号是哪个 AND是less than 对吧 然后是7 然后这个地方等于 等于后面要填大括号了 对不对 等于后面填大括号以后 然后首先我们把这个拷贝进来 这是一个表达式 对吧 但这个表达式填完了以后 我说它里面有一个问题 它里面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当你做一个布尔形变量的时候 JavaScript在处理布尔形变量的时候 跟它在Java里面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地方首先它是处对吗 处AND的情况下 如果一个地方这前面是处 这是AND的话 等于把这个表达式 把后边这个直接给你给你给过来了 对吗 给完了以后 它不是个布尔形变量 你要想把它变成布尔形变量 得怎么办 加过括号 点 to strain 对吗 回忆一下 那个我们那个 那个那个 tostrain和强制类型转换那块 我们看一下 这个不能前面的 这个后学后面前面都忘了 看到了吗 100大于5 AND的5小于7 明白了 OK 因为你不做强制类型转换的话 它出来是 你可以试一下 你看看它是个什么东西 回忆一下 好 第三个 第三题我们作为什么 第三题我们要出一个 这个 就是 我们看3 3是否大于 2 判断它 如果3大于2的话 那么 我们就输出一个 字不串 3 大于2 否则的话 怎么样 我们输出一个 3 小于2 没错吧 那么在这个东西的话 我们看它等于什么 也就是这个表达式 它应该等于什么 这个表达式 最后应该出来是一个字不串 对吧 没问题吧 那么在这的话 我们依然是 P 呃 星号P P 星号P 然后后面是什么 后面还是这个 要先把这个打印上去 对不对 是3 然后这个应该是什么 这个是大于对吗 是 GT 分号 2 3大于2 括号的情况下 然后后面是什么 后面是问号的吗 问号后面是 因为这个都是可以直接往上这么输 3 百分号GT 分号GT 分号2 那么冒号 这加一个冒号 然后这是3 L LT 分号2 对吧 这个东西等于什么 等于后面还是这么个东西 对吧 这个东西的话就不用那什么了 你就直接把这个搞进去就可以了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啊 是3大于2对吧 应该是3大于2吧 这个地方出来了以后 对吧 这个没错 所以这个是模板 那我们对于模板的使用 应该有自己的一定的了解 也就是说 当需要某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一扩大括号 然后外面不要戴双眼 然后这个东西就能够进去 OK 我们看一下这个 最后这个还有东西吗 啊 没有了啊 这个后面是一个二维码啊 有的是我的公众账号 有的是这个二维码群 让大家有问题可以进群啊 嗯 OK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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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